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看看何思培一个200米的持游戏 拿了一个铜牌 其实你看见他的访问 他就很满意自己的演出 由到尽了 但是我们香港人来说 去年他拿了两个银牌 去年的强手又出不了线 最重要的是 由去年到今年 很多世界各地的世界錦标赛 不同站 长短持 包括50米的 他都不断奪金 连续奪了200米 100米 奪了七八个冠军 很厉害 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但是我早就知道 因为有报导的 昨天赢的两个 澳洲马寶 其实这两个澳洲马寶 真的 特别是昨天赢的那个 平地一省为 他突然还空出世 出到两年 上届何思培拿银牌的时候 他都未出到 两年出到而已 这两个都是同门的 这两个师姐妹 一个是昨天的冠军 奥卡拉筋 另外就是他的同门师姐 我们叫做迪梅斯 天蜜什麽 上届何思培拿银牌200米 输给澳洲短途女王 叫做默基昂 但默基昂就是这个 你就是人家国家 不是说你罵得最好 别人有选拔赛 默基昂就选拔赛失利 甚至上届冠军 今年比赛都没得来奥运 输了给谁呢 就正正是输给昨天赢了 这个200米冠军的奥卡拉筋 奥卡拉筋和昨天第二那个 其实两个是很有胜负的 两个都 应该我记得奥卡拉筋在去年 一个复光游泳赛事 200米自由式 就破了世界纪录 赢了 后来他就对昨天第二名的施者 施者又破了 再破了世界纪录 到昨天这个赛事就没办法了 都是师妹 劲一点 而何思培呢 昨天的成绩就比上界慢了 但冠亚军也是比上界慢了 据他们说的就是水流 水浅了 我觉得何思培是很放松的 很放松的 也没什么失望 因为有时呢 运动员就是这样的了 你自己是做得到自己的成绩 如果你能够做得到 或者做都够好 未必是PB 最佳时间 最佳成绩 都是OK的 其实就没什么怨恨 反而如果你 我明明可以跑10秒正的嘛 即使是这样的环境 如果我跑了12秒出来 我赢了 不过那些人 我很糟糕了 你都不弱的 我表现不了嘛 所以我们就不用失望的 实际上拿同牌都不简单了 昨天赢了奥卡拉锦和许第二名 即是200米自由式的施者有些不同 许施者专攻200米 400米 800米 即是由200米开始的赛事 而奥卡拉锦就是100米 和200米是主行 即是说 他这两个主行都撞正何思培 何思培 今晚呢 其实应该在游完的 游完的 出了线 出了线 其实我们不担心在出线那里 会不会有金牌呢 我先看一些成绩 何思培这个项目他最有信心 原来奥卡拉锦呢 OK 他在澳洲的选择赛里面 取任了上届冠军 阿墨基昂 短途女王 200米 那个 他就由52.33 去年 2023年 由泳世锦赛 100米 200米 他也有同过何思培正面交锋的长次 两次 两次都是奥卡拉锦赛赛的 好了 今年何思培赛的奥卡拉锦是没有出赛的 但是奥卡拉锦呢 看回一些成绩 我也是分析的 他是很稳定的 一定得的 53秒里面 每次53秒 他可以完成了 就是池头色100米 就是 旧的复光赛赛赛呢 他是那个自由式接力 第一棒 如果第二三棒 那些没得说 第一棒就可以算到啦 真是真是这样 他最佳的 由他那的 Personal Best是52.08 OK 哇 成52了 而何思培的PB呢 就是52.02 即是说 如果何思培要跟奥卡拉锦竞争 因为很稳定啊 这个美女 稍后我再说这个奥卡拉锦 何思培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发挥到他最高水准 你才有机会跟他增加 OK 如果不是 你说你又要游回53秒多那些 因为很稳定啊 就是我见到有些人计算 那个200米 头85米都何思培能先 但是记住 人家最后50米才开拓 人家是说 你要记住那个赛赛是200米的嘛 你领先190米都没用的 是吧 而且何思培都说 他领先得不够多 因为他都知道那50米很厉害的 就是等于跑马 你那些前面的 没用的 他对快放马 你最后劲 没用的 最后40米 你不是游150米嘛 你游150米又未必是这样游的 战属不同 喏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打气了 根据奥卡拉锦 我看一些报导 他小孩子时期那个游泳教练 其实不久了 他20岁 可能10年8年前而已 就叫做Sansby 他说他真的是天生命手来的 他说奥卡拉锦 他说他这么多年教游泳 脚掌耐患 所以他走路呢 跑步呢 就输了的 但是呢 他膝头的伸展力又很强啊 所以他简直呢 好像可以在水里面滑痕那样 他说在水里面能够教任何付出同样气力的人呢 就是大家都做这个动作 大家做一个动作 他可以多你四五米的 那你说多大事啊 好了 他说他不是最大只又不是最强壮 但是效率很高 他好像Waterborne 即是水里面生的 是人形海豚 1米75 也不是什么高大 我们看了昨天 但是那个爆炸力很厉害 100米呢 正式是何师傅的主行 他今年有五个A标 他也是参加两样的 结果 看看是怎样的 很大事啊 何师傅今晚呢 如果呢 如无意外呢 今晚呢 三点 二十五分呢 三点多钟就准决赛 今晚我不看了 即是决赛呢 就是明晚两点多 即是价格的 好像我们是200米那样 不是劍劍那样就搞定了 我真是受不了了 大佬 我真是想不到奥运更辛苦看世界杯 好了 我当然要讲讲石伟雄 石伟雄呢 山珊提过去之后 山珊又被人赞 李慧思又被人赞 其实呢 因为我个人来讲的 阿正应该记得我们的时劍 很多次提石伟雄 因为我对这个人真的非常敬佩 为什麽敬佩呢 如果在香港 我昨天说过了 在香港吵你了 没玩体操 是不是很神怪啊 土生土长啊 他不是从大陆下来的 玩到 拿阿卫金牌 赢够你中国韩国的 赢够你日本的 是吧 他的成绩 他三次了 年代今次 他都进不了奥运的决赛 但是三次其实各有不同的原因 因为如果他能够表现出自己的水平 他是应该进入决赛的 因为你在亚运赢得到 当然亚运赢得到不一定比亚运赢得到 其实你是有机会增标做的 但是 体操团只有一个人 有多少资源 是不是 如果再多一些 我不知道 就真的可以将他 因为他那个起步 你在香港 体操 已经被人烂了 但是看完他在 输了 没入 可能很大机会是最后一次 奥运啦 他在Facebook那边长吻呢 他很放松啊 没什么压力 我更加敬佩他 他这么说 他说 今次成绩虽然未如理想 但是我做到自己需要做的本分 所以我很享受这个舞台 平常心 完全没有压力地去比赛 对得住自己 珍惜每一天 还可以练习和比赛的机会 即使没有比赛 只要还可以练习 他都会珍惜的 因为毕竟都32岁了 他六岁学体操 九岁又广队训练 他呢 由2012年初战奥运 四年后呢 因为受伤 没有去奥运啦 那个是李若而来路的 好了 好了 东京重返奥运舞台 今次是第三次了 巴黎如果不是李若那只伤我呢 应该是四次的 他说多谢裁判 多谢教练 多谢治疗师 多谢所有所有 包括医生 家人 帮过他的人 也都很感恩 在我背后默默支持着我的香港市民 那你也要多谢我 因为我真的很支持他 齊慧雄 他说呢 过去几年的经历 已经不可以用崎嶽来形容了 他说因为要去世界錦标赛 或者奥运呢 你一定要用世界杯的直分来取资格的 所以由2022年 即是两年前开始 我两只脚一直有伤都不可以休息 因为你要去参加世界杯 去取资分 你才有机会去参加世錦赛和奥运 特别是上年世錦拿不到资格之后 我立刻做了腰部要做手术 我跟医生说不要告诉我家人 我自己出入医院就可以了 所以他最后在世界杯四个站都有好成绩 就获得难度相当高的巴黎奥运跳马项目的参赛资格 为什么这些体操的参赛资格定得这么高呢 他说大佬 如果不是一个国家 你成200多个国家参赛国 如果标准太低 每个派两三个都可以跳到 扑街 他说当中的经历真是非不密所能形容 他说今年一月去荷兰集分 然后四个站世界杯 由第一站到第四站之前 很低调地由荷兰回香港 回香港做什么 打消炎止痛针一日来回 就这样可以带荷兰飞回香港 十多个小时 就为了打一支针 打完针就立即上飞机 因为你有四个站 他说打第一支针的时候 医生说你的脚会有断的风险 石仔说明白没有问题 到打第二支的时候 医生说他们上次打完不够两个月 石仔说是 但脚真的受不了 医生说不打得那么密 医生说不打得那么密 两个月打两支 石仔说不怕 没得害怕 到最后一站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跑不到 我宁愿三五七年之后 后悔 我宁愿直觉断 都不想三五七十年之后 后悔自己 为什么当初不走多步 这样说 好了 其实已经找了个人来教票了 到了奥运前三个星期 这个时候又来了 又痛了 想都不想 跟总教练说要回香港打一支针 第三支针的时候 医生就没有劝他 放弃了 只是说好 立刻帮你打 就没有跟他再说其他东西 想着故事完结 还没 出发前 去奥运前 石仔再问医生 如果要我再打一支 你可不可以过来法国帮我打 一说是他还没痛 他怕是不出赛前 医生说 看看情况 如果走得开 就过来 打多支支援你 顺便看比赛 在比赛前几天 这个医生果然美行乐然 亲自再到法国 跟他打針 让他无顾虑地安心比赛 石仔说 这个比赛结果 我真是无悔无憾 过程也很满意 除了医生之外 他两位治疗师 都放下他们的生意 飞去巴黎看比赛 当然 亦都要跟他做些肌肉 那些伸展 他们想都不想 立刻说来 不做生意 飞过来看比赛 石仔就写这篇文章 多谢这个医生 和那两位治疗师 他说 你也要多谢每一位帮看的人 多谢你们飞过来看我 也好 看电视支持我也好 多谢每一位 走过路的市民 都会说声 尊重 尊重 多谢你们 希望你们继续留意香港体操 和香港的运动员 最后 他说要多谢这26年入面 六岁开始玩 玩了26年 从没有放弃过自己 多谢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他说当我有78岁的名字 我三分之一的生命都是年复年日复日去练习 要多谢自己 他说这三年太多挑战了 亦有很多艰难时刻 第三次去玩奥运很难得 但跟过去两次奥运不同 他说今次是20年来最没压力的一次 反而他觉得很没压力 因为是最后一次参加奥运很大机会 201418是两届亚运 跳马金牌 我觉得 在亚运 贏日本仔 贏韩国仔 贏中国 拿到个跳马金牌 看组合目 香港 好难得的 真的好难得的 昨天 你想看南团 南团 中国赢得硬 不是 日本仔怎么这么开心 其实是中国赢得硬 所以你说 团体这些比赛 日本那些是团圆星 只是这么说 我觉得 中国体育运动员 昨天 包括台前幕后 相对地 公道的说 风度是好了 林美也有一个恭喜日本人 也有一个安慰队友 真是惹事的 那些样子都是好了 那些头发那些 但是那套制服真是 他本身的色彩都不想好 很糟糕 其实老实说 很厉害 很稳定 如果你无论如何 打下来 是不是打两次 对啊 那些网民就去 不是啊 现在大陆的网民就去 不是就是 人家的动员 他不能上 最难付出的 他的队友都可以安慰他 返回他 我不知怎样 你以为他要上 那些陈一斌说 出波赛赢了一半 如果正常的话 是贏的 如果正常 是这样的 运动就是 运动一秒 对啊 一直都是这样的 就算以前 我们一向都不差的 我们男子体操 女子体操有一段时间很好 整天就是这样的 喂 很难的 在压力底下 喂 一个嗨 接着日本仔 又很稳定 去第四第五个 就是不要说是不是完美 就是单线那个 哇 就是做重 就是做回到平时 下来 怎么会碰呢 这样子呢 男排都行 喂 其实男排都很开心 哇 虽然 下来就是金牌 不是啊 美国都最坏 他好像拿同牌都还没有 我已经很开心了 是 是 慶祝祝了 好 有请一会